先门之事交由我便可 若你遇到麻烦 当及时传讯于我 木薰传讯 有趣 那件事安排得如何了 尊主放心 正案计划进行 事关重大 切莫掉以轻心 是 自从木薰成为先门叛徒后 先门以为我族无所作为 以放松警惕 无需多久 整个九州 都将成为我族的囊中之物 木薰之后 先门中青一辈 已没有了领头羊 根本不足为虑 师尊 亚秦 何事 回世尊 我族派去监视东方氏的 某史深远了 什么 深远 是暴露了身份 被先门强者诛杀了吗 不 他们是去诛杀木薰之子 东方号时 被他斩杀了 什么 东方号一黄毛小儿 竟能斩杀雍魅箭矢 这怎么可能 此子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东方号有木铃到底 两个优魅箭矢 想为我族除去后患 师尊 这里还有一份密报 师尊 何事让您如此动容 木薰现身 他不是自六年前之事后 便下落不明了吗 木薰折服两脚 此次现身 似乎还找到了应对我族之法 不知此法跟其子是否有关 师尊 是否要去截杀东方号 他身怀到底 自不可留 弟子这就带人前去 元山月竹 你们陪雅琴同去速战速决 留下东方号的活口 此人大有用处 是 太医先门玉养子 受好友木薰之托 特来接起子东方号 玉养子 叔叔 一别多年 不想你已是个偏偏少年了 只是我父亲 确实音讯未知 既对你有所安排 想来 亦安然无恙 您相信我父亲是清白的吗 自然 当年我们出生入死 诛杀了无数异域邪魔 法师要守护九州 他又怎会勾结魔族背叛仙门 我也相信爹爹 我将带小昊入太医仙门 世伯可有事情交代 只要他安然无恙 便好 玉养子叔叔 我妹妹沐雪 自饮寒气 您可有寒道仙法 助其凝聚寒脉 我修炼的是纯阳之剑 等我回了宗门 再让一个修炼寒道仙法的师妹 来接沐雪入门 如何 沐雪谢过上仙 既如此 我们启程了 好哥哥 你保重 告辞 爷爷 沐雪 保重 你父亲是否留下对付魔族之法 是 那方和在我身上 好 那方和需太医仙术方可打开 待我们回仙门后再做打算 小昊 怎么了 太医仙门会接纳我吗 毕竟我爹爹还未沉原昭雪 当年 云海仙门封闭了龙云谷 不让外人查看现场 可你爹爹当时已被诬陷背叛同门 云海仙门此番行为 想来是为了掩盖事实 是不是进入龙云谷 就可以找到真相 还得掌控推演之术 让过去重现才行 现下 你只需要努力修炼 别让你父亲失望 就别开心 剑仙玉养子竟然在他身边 无尊魔兽 是魔族之人 叔叔 他要以此阵旗设阵 天魔充仙阵 天阳中 叔叔小心 你却留在这中内 这几人可是相当于 合道性的高手 不是你能对付他 火海本天 不是不是你也能否定 不是你会 沙子 海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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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海老虎 海老虎 海老虎